客户买的薪水轮头准备自己安装的 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看看 给墙里面的内丝 弯头里面的内丝都给它整出来了 这种情况我也很少遇到 然后我们先维修前 先准备给这个内丝外面的这个瓷砖 给它扎一点扩大一点 等一下维修的时候好操作 刚刚给了一张槽子塞到内丝里面 别让这个瓷砖的碎渣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 等一下会堵住水管 我们尽量给这个旁边稍微两边扩大一点 让你们的内丝外延全部露出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别口螺丝刀用锤子 给边上你看还有好多水泥 然后全部给它敲掉 看看这一块还有一块水泥 如果不给它这个水泥剃掉 等一下焊管子的时候 或者焊补芯的时候都不太好操作 尽量给这个内丝的一圈的水泥 全部给它剃干净 干净以后等一下焊管子 或者焊补芯的时候就不碍事 看看这下基本上就清理干净了 大家看看 这个补芯是非常常用的 但是它这个内丝是老管子 直径不合适 然后我现在比划了半天 用这个奥五的水管 直接焊下去 这个直径是刚刚好的 然后买了一个外丝直径 看看焊成功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先给内丝直接和奥五管子 先给它焊上去 好 现在管子烫好了 我们给它拿出来 给它和管子接上 好嘞 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留一点管子 然后去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留个大概两公分的样子 好 现在给这个水管奥五管 留个两公分和这个直径上 给它剪掉 多余的给它剪掉 管子接好后 我们给这个魔头拆下来换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奥五的魔头要放在前面 我们找一个小魔头 和刚刚那个奥五的魔头拼接在一起 我的妈 刚刚拆下来的热的这个魔头 我就用手拿 手都烫一块皮了 出现了出现了 我的妈烫死我了 然后现在给这个 刚刚这个魔头用尖嘴钳 给它夹着 给它上到这个魔头上 然后用内溜角 给这个魔头给它上紧 然后再用尖嘴钳 再给它扳一下 好 这个魔头就上好了 然后还需要给棍头上到前面 我的手都烫焦了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给这个棍头 装在这个焊枪的前面 因为那个内丝在墙里面 如果横的焊肯定是不好焊的 只有这样直的焊 给这个棍的魔头装在前面 就可以了 魔头装好了 准备焊了 给这个烧好的魔头 然后怼一种 这种桥里面的内丝 它这个内丝刚好是25的直径 然后我们来怼进去 好 然后我们现在怼了一下了 我们现在给这个新的 25的水管 现在准备烫了 因为那个老的 内丝弯头里面的内丝比较浅 多烫一会 多烫一会 给它烫深一点 好嘞 现在套好了 然后就给这个新的 这个25水管直接怼进去 这样就行了 师傅们 你们觉得这么干行不行 然后用螺丝刀 给你们的孔啊 给它套一套 别让水管堵起来 看看 这个就焊好的样子啊 孔也没有堵起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准备装个三角阀 先装一个免身尿袋 皮圈 塞到内丝里面 这个 然后我们给这个三角阀呀 给它 装到新汉的这个 内丝 直接上面啊 好 现在手里面动了 然后我们再用扳手 给这个 三角阀 给它拧正 啊 就可以了 这个角阀就装好了啊 然后呢 客户让我帮忙 给他旁边的这个冷水 这个角阀也给他拆了 他怕自己弄 又给里面的内丝搞坏了 到时候又麻烦 他这个角阀 质量还是可以的 只是里面 瞧里面的内丝质量不好 所以才 给他拧掉了啊 然后我们给里面呢 清理一下 是吧 然后呢 也准备了一个新的 全筒角阀 给他装上去啊 这样装上去呢 客户也省事 省得下次装什么东西 到时候又给里面的内丝搞坏了啊 这样呢 换了一个新的 又可以逛好几年了 新的角阀 拧上去了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扳手 给这个角阀 拧内丝里面 拧个三五圈 估计他这种内丝比较浅 拧个三圈 基本上就够了 因为也不敢拧太深 拧太深 也怕给里面的内丝 给他整坏了 那就麻烦了啊 好嘞 最后半圈 我们给角阀拧正就可以了 我们给角阀先关掉 然后让客户开总阀 客户就是为了装这个水龙头 给桥里面的内丝给他走下来 我还是帮忙 给客户这个新的水龙头 给他装上了 现在打开角阀 我们现在试一下水龙头的出水啊 哟 水是出来了 我的满 这个自来水 怎么这么绣水这么多啊 这个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水这么黄啊 不知道是管子里的 还是水龙头里面的啊 我这个就装好了 再看看下面 一滴水都不漏啊 本次维修类似弯头 分享完毕 请多指点 拜拜 拜拜